持續來看到這個鳳梨的話題 好就在就是剛剛 其實鳳梨又有一個新話題出現了 之前呢大家都在說 不如呢就是吃鳳梨救台灣 可是現在國民黨說 到底吃鳳梨跟救台灣有什麼關係 而除此之外呢 好這是誰啊 這是陳廷飛他又講話了 他講什麼話 他說呢大家呢為什麼都不買鳳梨呢 好而且大家都沒有發現一件事嗎 他說現在這個苦果是國民黨給我們的 好這個字很小我們可能要拉近一點 什麼叫做國民黨給我們的 因為呢他說有網友發現啦 這個周才那是海南人 他03年嫁到高雄去 就跟著先生喔 好回到了海南一起引進金鑽鳳梨 他先生可是高雄的里長 而他的這個黨籍呢 可是民主進步黨 好讓大家覺得說 欸奇怪了 為什麼民進黨的人 現在會把這個錯推給國民黨 說是國民黨的錯 讓大家覺得說真的非常的怪 另外很多僑胞開始囉 在開始響應說我要買鳳梨 我要買鳳梨 好不管是企業團購啦 還是說民眾才買啦 大家都要把這個標章貼出來 還有這個QRCO貼出來 說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購買 結果呢買了好幾張才發現 哇這個鳳梨啊 新鮮鳳梨是出不去的 無法過海關 因為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們只好把買好的鳳梨呢 又再捐出去 讓大家吃 國民黨的陳玉珍就說 這次影響的可不只是鳳梨果農欸 不管是生產啦 運輸啦包裝啦 都受到影響了 不可以只靠什麼吃鳳梨就解決問題 而賴士寶說 現在這是蔡政府的 泛政治化 操作大內宣 操作了頭了 而另外我們還要來看到 是大陸宣布 3月1號開始 禁止進口台灣的鳳梨 而服務院黨開始動起來啦 從上到下都在吃鳳梨 而藍營就質疑了 國家機器大內宣 另外 喬委會之前也號召大家嘛 團購鳳梨 希望呢 可以來彌補中國大陸 暫停進口的缺口 很多人就買鳳梨啦 才發現說法令的規範 法令的限制 除非是鳳梨乾 否則台灣清洩鳳梨 根本無法到美國去 所以呢 也只能捐掉了 好來趕快聽一下 立委分析 我們有看到這個喬委會鼓勵大家認購的很多鳳梨 事實上都沒有辦法外銷 所以還是會在國內 他給親友這樣消費掉 那這樣來講 事實上就是已經會排擠到 原來的這個內銷市場 因為原來是內銷市場是佔總體產量的九成嘛 四十幾萬噸裡頭 四萬多噸式外銷 五萬噸式外銷 還有三十幾萬噸式 本來就內銷 原來這些人買的沒有辦法銷到外國去 沒有辦法銷到美國去 還是留在國內 那國內被軍隊就不會再去買的 所以會排擠到內銷市場 所以這個之後就變成是一個大內銷 恐怕在這個疫情之中 這個大 就是像美國或加拿大的僑團 他們訂購的 未必能夠如願的運到美國去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很希望農委會 把這次的鳳梨事件當成是一個轉機 當成是一個契機 去思考如何去改善我們這個水果的產銷 產銷整個甚至於在未來水果 是不是能夠做成 比如說我們16斤鮮果 可以做出1斤的乾燥的果乾 那這樣子運費的成本就少很多